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新闻王除了这个相关脉动还要告诉大家 揭开那神秘面纱原来这两家子他们还是远房的亲戚 换言之不只是强强联手还是亲上家亲 还要给您看到房市这个让人觉得非常可怕的数字 年轻人不吃不喝在台北市要买一间全新的房子要多少年呢 33年那几乎就是工作的一整辈子了 谁叫你买那么贵的 你可以去买比较便宜的中古屋 看见去原来应景的屋主在房市下修已经走进了第三年的时候 这样的应景屋主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多更多 撑下去谁受伤 我们一起来关心 来一开始请蔡总带我们来看看 郭董跟张忠摩这强强连锁效应 到底这个传闻有几分可信度 静香我们先看一下最近的台股跟台币一步一趋 台币升股市涨 台币一扁股市跌 对 但今天台币在股市收盘之前 它是一个什么 升值的 所以小涨了15点 那今天整个大盘还不拖一个量数整理的格局 对 业绩是王道 业绩挂帅 各国都在推基础建设 对PVC的需求很强 你看华夏创下了波段性高 对 业绩非常好 是 再过来 基体模组的威钢 今天股价也创下波段的性高 业绩也是一把招 好 我们今天看到了整个大盘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动起来 我们发现后来 碎尸醒了 我们来讲讲这个大阿哥台积电 后来台积电就稳住了这个局 台积电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是因为台积电今天开盘之前 我们注意到一个消息 它在中国分公司 它的盈利其实是一个衰退的情况 大家就在紧张了 可是这个盘一表现出来 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对 今天大盘 其实还是靠台积电把指数给撑住了 对 不过在交易之前 有两个利空 第一个 它的10奈米大客户 莲花客户 说要砍单 因为现在中国手机重量级的客户 OPPO Vido 本来今年规划 智慧型手机要出货 一亿支 到目前没有开盘 没有开岸就没有订单 那小米机也用高通的 只剩一个魅族 所以现在传出了 莲花客去砍台积电 所以中国市场吃得重 就变成水龙头一锁起来 影响莲花客 莲花客砍台积电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讯息 台积电中国子公司 2005年开始运转 虽然亏了5年 波从2010年之后 一路的赚 但是现在有一个数字 人家一查 2015年的时候 那一年中国子公司 赚了87亿台币 现在2016年的数字还没有出来 等到5月 但是有人算出来以后 怎么衰退了30% 只剩多少 只剩了60亿 大家一看 难道台积电不行了吗 台积电不行了吗 蔡总到我们看去 其实这个还要分一军 二军 看一军站在哪里 二军站在哪里 对 我们要了解 先看这张表 现在中国的金元厂 你看 我们就不要说本土的中心 国外的三星 英特拉 海力士 都是用12寸的 未来新建还是一堂拉股的12寸厂 这是我们讲的一军在这个地方 对 但是这个松江厂 就是台积电中国子公司 当年因为台湾政府的规定 你只能用8寸 所以你用的是 0.13 0.18的制程 真枯的技术 所以你是用二斤 跟这些一斤在打 但是今天你看 台积电的股票是涨的 所以这个就看不懂在这个地方 照理讲 这个消息一出来 投资人应该是什么瓜皮包菜 结果稳弱泰山 大家都知道 马上这个已经在动工了 对 南京厂是什么 12寸厂 一斤的台积电 已经在牛棚热升了 一斤在牛棚热升了 其实有一个时间点非常关键 就是2025年 当中国官方喊出了半导体 Made in China要超过一半的量的时候 当然Morris要去抢门票 门票已经抢进去了 现在2018年可以投产 我们可以期待 这个一军马上就要上阵 问题是这样够吗 不够耶 人家 像台湾最大的敌人就是三星 三星光在中国的布局 已经领先我们很多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郭董 郭董最大敌人就是三星 郭董以前实力不足 但现在夏普我拿到了 我有IGDO技术 我有OLED技术 假如这时候 我再把东芝的技体给拿下来的话 我就有本钱跟三星怎么样 叫声 问题就在这里 这也就是今天新闻完 为什么 我们要追进去的原因 郭董讲过 他有诚意 他有信心 这一桩婚事 他很希望能够争取成功 所有讨论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浮现这一尊 怎么两个人现在传出 把手给牵起来了 郭董说我可以帮东芝 但是日本政府跳出来讲 要你东芝 以后你郭董 鸿海 带着这个东芝的技术 到中国去生产 我们可能要拿日本的技术 被人家广袤 或者被人家偷走 不放心 那这时候不放心怎么办 突然又传出了 台积电来救援 其实早年 我们台湾的电子业 就想对抗了三星 要一个大联盟 当时品牌叫宏达电 但是宏达电还很厉害 对 半岛是台湾 就是台积电 再过来你的这个组装 就是鸿海 但是后来没有形成 没有形成的话 现在品牌照谁 还好 鸿海现在有夏浦的品牌 所以这个机会来了 但是对台积电来讲的话 张忠某曾经讲过一句话 躲在那个薄杀后面的对手 Intel 但是呢 已经站在你前面的 就是三星 就是三星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你看看两个人共同的敌人 三星已经浮出来了 对啊 所以台积电来说 我假如跟鸿海 强强联手 一起把东芝拿下来 对台积电 它有两个互生服 是 第一道 我们知道三星为什么 因为这几年 光看我那个Netflix賺到爆 对 賺到爆以后 我荷包买买 我荷包买买 银蛋再补充别的部分 我在今年代工 我在什么 其他礼益 跟你台积电 跟鸿海拼嘛 所以 这一张很重要的这张牌 为什么 如何绊脚三星 我要是吃得下 Toshiba的Netflix的话 对不起 Netflix的价钱 不是你三星说了算 对 我可以跟你杀价 我可以拖累你的研发 我让你没有那么多的银蛋 可以投入研发 这个有点像 我们互相追赶的时候 撒那个鸡爪钉 我去牵制你 还有一个 你看 假如说 TSMC 他可以把Toshiba 半导体给拿下来的话 是 他 他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 就跟三星成为全球半导体 大概差不多 都是第二大 而且第二大以后 就竞逼 躲在薄杀前面第一大的 Intel 所以当郭董放出消息 他想要去取清Toshiba的时候 这个时候 出来一个最重要的救援头手 这个就是我们的Morris 强强连锁连下来 我们看到战略上有他们的必需 还有一个 我就是今天大家 请蔡总好好带我们挖进去 掀开这个所谓的亲情的搏杀 原来这两家是一家亲 对 这个张忠谋的夫人张淑芬 是郭台铃的这个表姐 所以这个关系 其实是还蛮亲的 张淑芬是郭董的表姐 那Morris就是郭董的姐夫 对 在这个郭晓琳结婚的时候 张淑芬带听的妈妈泼水 并且Morris还当这个证婚人 所以两家非常亲 后来不是郭台铃跟曾欣宜 在结婚的时候 这个张淑芬送一个钻戒 所以这个交情好得不得了 另外很重要的 其实郭董曾经讲说 他平身最敬佩台湾两个企业家 哪两位 一个是台树已故的王永庆 另外一个是台积电的张忠谋 所以你看 郭董红海旗下的版图 你说半导体里面很多 他旗下有天翼 信心 金顶 横挂什么 IC设计 封册 半导体设备 什么都有 但是你发现缺了一个东西 对 缺了 Morris在做的晶圆代工这一环 所以郭董对张忠谋 非常的敬重 你的地盘我不去碰 他在内部里面跟员工讲 我们要做得更好 我们要好到让Morris 主动来找我们鸿海 这句话差不多也就是在 两年之内说出来的话 现在就传出两个人 已经常常联手了 还有 郭董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 爆了一个料 对 他说当时台积电跟三星的A9订单的争夺站 帮了Morris一把 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郭董几乎 统包了所有的代工 他在库庚面前是说得上话的 好 我们来还原当时的一个内幕 他们说 那时候的台积电虽然A8的订单欠了 但是呢 苹果也不想让你台积电一个独大 所以A9一部分的订单 就转给了三星跟他合作的格罗黄德 对 但是后来格罗黄德自己不行 量力太差 所以回头苹果又去找台积电 所以有人讲说 苹果不满意 格罗黄德量力回头找台积电 谁在中间 当这个中间的 可能就是郭董 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回头的moment 就是说如何帮了Morris一把 时间点可能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了 对啊 所以很有趣 当时A9出现两个版本 一个是台积电版本 另外一个是三星的版本 是 经过了测试之后 居然台积电的这个版本 省了电 省了30% 那有人就讲说 你三星是用14奈米 你台积电都16奈米 你这个三星的制程比较先进 但是怎么那么落差 那台积电很老实 我们那这个台湾的人就是老实 他说 其实我们那个16奈米 我们都不好意思讲 我们是加了一些省电的电机体 其实是20奈米 什么20奈米 我们比较老实 阿姨 天如暗淡无光 所以老实有时候 有时候抢不到单 最后你会看到说 这个A9 就像刚刚蔡总告诉我们的 这一段小故事 側翼助攻到这个程度 你就可以看到 隔空 郭董如何在Morris 这个最需要的时候 推一把 抢到了A9的单 但光听这样子 就这样而已吗 当然不够 进一步 我要请清皇来告诉我们 大家应该听过 为什么这两个人 共同的死敌是三星 我们讲回来 两兆双星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那是long long long time ago 面板DRAM 你往后一拉 都有三星的影子 他欺负台湾产业 都如出一策 就是人牵手牵手 人后下毒手 没有错 就像你讲到重点 三星在商战上面的小手段 真的非常的多 比如说在1995到2000年的时候 三星要全力发展低润产业 那他要做什么事情 挖脚 挖人才 比如说挖Toshiba的人 给你两倍三倍的薪水 然后再送你房子 把你的人直接挖到三星来工作 那挖脚 我跟你讲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不是三星最厉害的 三星最厉害的是在什么 1998年的时候 那一年低润功过于求 价格崩跌 所以低润的同业 比如说在日本 在台湾 在南韩 大家都是哀鸿遍野 那哀鸿遍野要怎么样呢 功过于求 协议减产 就减产 所以那时候 你看到在日本 有做低润的同业 有人是减产 甚至有人是官场 然后三星也说 我也要减产 而且为了让大家证明说 我真的有减产 结果怎么样呢 跟韩国的媒体展示说 你看我们的停车场 都没有人来上班 人都让他 该休假的休假了 对 我们就停止上班了 我们减产 所以大家不工作了 所以你看停车场 是空旷旷的 说到做到 好 结果你知道三星在盘算 的是什么吗 什么呢 当时记不记得1998年刚发生什么 亚洲金融风暴 韩元大贬值 韩元大贬值有利于三星的出口 所以三星在盘算的是 我让你们相信我减产 你们大家都减产 对不对 我们都stop了 结果呢 我要准备的是大扩产大投资 所以人前我带镜头来拍 其实他在另外一个地方 正在大肆地投资 没有错 三星在准备的是一个 18亿美元的扩产投资案 是 结果呢 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个空旷旷的停车场是什么 是三星的主管要求员工说 你们坐交通车来不准开车 所以这个是阴了一次 就阴了所有的低润产业一次 还有呢 还有在2002年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事情 当时美国对三星跟好几家做低润的业者 控诉他们 联合操控价格 你们垄断市场 垄断价格 结果呢 每个业者被起诉大家都很紧张 对不对 三星这个时候多机灵 跟丞相一样 跟上书一样怎么样呢 马上转风向说 好 我改当污点证人 我出面指控说 他们真的跟我一起联合垄断价格 这不是又来了吗 郭董不是气三星 骂出了说 就只会打小报告的小人 当时怎么对友达 怎么对奇美的 没错 人家在2002年的时候 就已经这么干了 是 结果后来呢 在2010年的时候 这时候刚走过金融海啸 对不对 对 那时候刚走过金融海啸的时候 2080金融海啸过了 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 大家想说 开始给怎么样呢 要扩充产能的嘛 是 紧急开始慢慢的需求回来了 对 结果呢 三星电子的执行长全武炫 在论坛中怎么说呢 哎呀 叫同业 你们不要盲目的扩充产能 这样子会打坏市场 打坏价格 结果没有想到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他讲完过了两个礼拜之后 三星宣布 扩充资本支出 增加到18兆韩元 所有低端产业 大家都吓一大跳 而且他宣誓 大家要减产的决心 他在哪里讲的 他来台湾宣誓的 没有错 他来台湾讲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招 实在是太绝了 对 喊话给你台湾的第一个业者 我真的相信 结果等到 你又没诚意你来我就讲 等我回韩国之后 我告诉你们 我要增产 结果大家都吓一大跳 是 所以讲到了低端 讲到了Netflix 刚蔡总讲的时候 其实你开了一个头 就是说 这个Netflix的收入 这个大博文 对三星集团有多重要 所以今天我如果吃得下 强强联手 我把头绪吧 这个部门吃下来的话 这个全球的售价 不是你三星说了算 对 没有错 我们来看看三星去年的营收的状况 你就知道说 半导体部门 Netflix 低润 这些半导体的部门 对三星到底有多重要 你看 我们都知道 Note 7是在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发表的 所以时间点应该是在 2016年第三季的时候 对 你看在2016年第三季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半导体的部分 直直的一整根 看起来非常的突出 它的货力是3.6兆韩元 但是在Note 7爆炸以前的前一季 2015年第三季的时候 你看 这个黄色的部分营收散品 贡献是不是很高 跟白色的部分比起来 是不是相差就变小了 所以你看 我们讲户友销长 没有 只有它持续一支独秀 其实它都消下去了 对 没有错 所以在去年 2016年第三季的时候 光是在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 事业部门的部分 它对三星电子的贡献比重 竟然来到了70% 等于是7成 你今天看到了 所以要掐住三星的咽喉的话 你说面板 郭董打得很辛苦 但是这一季真的是打到了痛处 没有错 你讲到重点 所以你看第一锐 Nain Flash 为什么今天看东智半导 你看Nain Flash 因为那是三星的支柱 因为那是三星的一个大鼠 命脉 那是他的命脉 所以当今天如果郭董 他真的吃下了这个Toshiba 他真的掌握了这个Nain Flash之后 他是不是有机会 在Nain Flash这块 我就变成我可以供货给苹果 我就多了一个产品 可以供货给苹果 然后对台积电来说 Toshiba本来就是他金元代工的客户 我如果一旦跟郭董联手了之后 我可以确保Toshiba这个客户 不会流失 还可以掌握在我的手上 所以讲到的iPhone 产业链一条龙的概念来看的话 你来看看Toshiba吃不吃的下来 对这个产业 对于台湾的自己的势力 差起有多重要 没有错 你讲到的整个iPhone 制造的一条龙里面 比如说你看 从上面的金元代工 从这个Netflix的部分 从面板电池连接器 到甚至最后的组装的部分 今天郭董如果有机会 吃一下Toshiba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本来Netflix是什么重担用 那如果他真的有办法 把Toshiba的Netflix吃下来的话 未来可能有机会 只要发展得好 他可以在这边卡上一个位置 多拼图进去一块 然后吸手台积电 金元代工部分 台积电在里面也卡得很稳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手机一条龙 现行的状况 台湾的韩国 有台湾 但是有机会 这个抽调 换成Toshiba 如果被郭董跟Morris 给买下来的话 那不就全部 势力都已经 插旗巩固了吗 没错 就变成是台湾的 所以这是一个台湾 日本联手起来 抗寒的一个概念 好 谢谢青黄 而今天的房市 就是刮了这个风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蛮可怕的数字 Yanny给我们看看 年轻人在台北要买房 我们通常 我老计一个数字 16年不吃不喝 17年不吃不喝 那是指一般般的房子 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更极端的 全新的房子 刚盖好 第一手的卖给你 33年不吃不喝 那个是我工作的一辈子 对 没错 不过在看33年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最新的调查 这个调查是2017 全球城市发展动能的指数的排名 好 前两名印度班加罗尔 好多台商都去这边设厂 第二名越南的胡志明 观众朋友一定最想知道 问台湾台北在哪里 对不对 好 台北在第33名 33名跟前一年比较起来 是整整下跌了7名 又退步了 那台北的城市发展的排名 被谁拖住了呢 应该这么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调查 它是根据三大指标 来进行一个调查 这所谓的三大指标是包括 社会经济的成长动能 还有房地产的成长动能 以及长期的一个基础建设 换言之 这个调查在134座城市里头 台北的名次又往下掉 当你排名往下掉的话 就表示你的房地产的景气被看坏 那如果你的排名往上涨的话 就表示你的排名是被看好的 所以它是跟不动产 跟房地产产生一个很紧密的相关连结 换句话说我们退步了 就代表我们的房产的未来前景 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是被看坏的 没错 台北的一个房价的一个趋势 是看的被比较悲观的一个状况 好啦 那这个统计的一个机关 他会认为说有两大原因 台北的排名是直直往下掉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台北最近 都没有一些重大的一个建设 那也没有更好的一个吸引外资的一个政策 所以外资不来投资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两岸关系激动 那陆克来台湾的人数 至少是大幅掉了15%以上 所以他对台北的一个排名 是看的比较一个悲观 好 可是官朋友听到这 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事实 台北的房价被看的落摔 真的只是因为这两大原因吗 还是另有引擎呢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进一步来看 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都是在云端高来高去的统计 我没有感觉 跟你什么有感觉 房价跟你有感觉 对 也就是刚刚巨像一开始说的 我们现在居然要不吃不喝长达 33年才能够在台北市买得起房子 这是什么概念呢 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 我们北台湾台北市 每一个家庭可支配所得 中位数113万 一个家庭不是一个人 但是以最新一季的 新建案的一个平均来说的一个单价 台北市当然是很贵 贵桑桑一瓶是83.9万 那我们也不要买太大的一个瓶数 我们就买45瓶标准三房 因为45瓶扣掉公社差不多够住 总价真的是3776万 换句话说 你要买这样的一个房子 你要高达33.3年不吃不喝 你才买得起 这个是非常吊诡的一个情况 当全球的统计 它已经看坏台湾未来房市的前景 可是现在的房市 这个状况又是在云端 也就是说云端要往下修 这个力道有多大 不知道 因为往下修是因为前面那份统计 你看到你要往下了 可是还没有修到我们买得起 33年 对台北市33年 那其他县市状况也不是很好 以新北市来说好了 新北市每一个家庭 可以支配的手的是88万 但是新北市的新建案 每一瓶的均价也有39.7万 换句话说 这样算下来 这个新北市的居民 你要长达20年不吃不喝 才买得起房子 因为你讲到这两个 我想观众朋友 可能立刻浮现一个感觉 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 你有那个材料 你才去开那个大台车 你有多少本事 你住什么房子 谁要你去买新房子 新房子贵 我知道啊 君相我忍不住想补充 另外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数字 事实上学理上认为 你房价所得比起码要10倍以下 民众才能够有能力买得起房子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 台北市33新北20倍 其实压力都很大 好啦 回答刚刚君相讲的问题 那很多人说 现在房价不是在跌吗 有高兴需求 你就去买嘛 你去多一家 你一定可以买到喜欢的房子 可是真的是这样嘛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真实的一个故事 张小姐今年33岁 她来自一个小康家庭 那从小爸爸妈妈就跟她说 女人经济要独立 那长大才会有尊严 特别是呢 如果你自己有能力买得起 一间房子的话 以后都不用看人脸色 张小姐觉得 哇 这真是太有道理 所以她从小的一个人生梦想就是 有能力一定要买一间 属于自己的一个房子 那坦白说 刚毕业嘛 薪水一定不多 怎么买房子呢 张小姐就很认真喔 努力工作 努力兼裁 好不容易到去年 存到了300万 真的可以去看房子了 300万如果当你的头款的话 再加上你稳定的收入 很多房子可以看啦 双倍开始啦 对 理论上 她应该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一个房子 对不对 有一天她就在松山区看到一张DM 广大就 哇 好吸引人喔 上面写着 降价赔售 感觉上好像就是屋主要赔售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那屋主是开价开1980万 张小姐呢非常认真喔 回家立刻去做了功课 去实价登陆网站 查了一下相关资料 她发现说 欸 这个屋主应该就是投客 为什么 因为这一间呢 根据资料显示是2014年4月交易的 对 换句话说呢 屋主就是在买来之后 过了两年的一个奢侈税的一个期间 立刻丢到市场上来卖 两件事情 第一个 2014入手 这个应该买在将近要高点的地方了 1480算是将近高点的位置了 换句话说 现在如果要卖 要出手的话 那已经是高点 你应该卖得稍微再下来一点点吧 比它更便宜一点 脱手吧 第二件事情 我有300块的实力 我能买的房子呢 应该是1500万左右 所以她挑的我觉得挺合理的呀 对 没错嘛 而且其实张小姐还蛮有这个良心的 她去查实价 但都说屋主呢 入手价是1480 好啊 那你还是要有中介费啊 你可能还有一些代数费 所以张小姐她出的价格是这样 她想说那我就加个100万嘛 1580 不要让你赔钱 你够有良心了吧 是 所以张小姐呢 就开这个价格呢 跟房仲说 请她呢跟屋主沟通一下 结果没有想到屋主说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我不会卖你这个价格 我最多再降100万 只降到1880万 为什么 因为屋主说 我本来是要开2180万的 我已经便宜你200万了 你现在在 杀到这个价格 我怎么可以便宜再卖你呢 所以 这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了 你看 1480入手的对不对 对 然后她希望能够卖2180 2180 2180的话那是代表什么 我横数就是要赚700万 我少于这个 我就等于赔钱就对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投客她还是蛮贪心 还是想要赚更多钱 那对张小姐来说 1880真的是她无法负担的一个能力范围 所以她就决定算了 再去看别的一个案子 后来她又陆陆续续看了四间房子 那结果发现说 她的这个张小姐都是一样 按照实价登陆的一个价格 往上加100万 或者是按照楼上楼下的价格 加减100万 也就是蛮符合实际行情的一个行价 对不对 可是都没有屋主要理她 因为所有的屋主都是只希望 打9折到95折 没有人要便宜卖张小姐 所以张小姐就说 天哪 大家不是都说屋主在让利 在让利 可是她看的房子 都没有屋主愿意让利 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太有意思了 你看 她后来陆续去找了几个物件 你看 她比照楼上楼上的价格 然后加100万去谈 这个社区有没有发生多杀多的情况 我不能够打包票 问题是 这样的屋主卖不掉 加价卖居然会出现在房市 已经翻转3年后的此刻 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不是都已经谈了那么久的房市 都说 已经让利换成交 都变成普遍的共识价值吗 是 因为台湾的人心就是因为 炒房的关系被扭曲变大了 非常的丑陋境界 都是因为炒房的关系 你要想前几年 媒体在讲说有赚钱有赚钱 所以好多年轻人不工作了 跑去炒房了 那你这个价值出现之后 你会发现说年轻人根本就不用努力了 你要想现在台北的所得比是33倍 是什么意思 那是没有希望的代表 所以政府现在出来给大家降低所得比的意义 是在于给年轻人希望 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住不起地板 不是要正常住地板 而是说你要给我们希望的时候 能够我们认真工作 努力赚钱 就能够买到一间房子 这个是年轻人所需要的一个希望感 过去政府都没有给你们希望感 因为33倍投资客就觉得说我应该赚钱 这种扭曲的人口 所以现在年轻人最后是报复性不买的情况下 让房价渐渐逼回来目前的行情 那我先跟各位物主讲说 如果你今天是2014年到2016年 买了预售屋的投资客的话 我会建议你说你这个15%直接断尾杀出 会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目前很多预售屋 大概都已经赔了超过15%以上 你接手下去已经是赔了两成或三成以上的 情况你根本就没有接的价值 因为你是投资客 断尾杀出少15%会比较好 如果你今天是投资成物的话 我建议你说租金打个九折八折 租掉便宜就算了 便宜租给人家 因为政府现在二十万的社会住宅 大举杀入 尤其是台北市 那两万户已经快要退完了 那如果再联络的话 还有两万户要继续退 这等于是说供给出现之下 你的房子已经不值钱了 所以我刚才讲一个例子 是我一个朋友的例子 他的房子当初是投资在巴黎 台北港 那时候讲说台北港多好 他想说不错 台北港去了 然后他就去投资 那他买一瓶 一个套房三十万一瓶 那他跟我讲说 你看又有戴江大桥 其实戴江大桥说了二十年 到现在还没有发包完 那个主帖还没有发包 他买在高点 没有 主帖还没发包 他买在高点没有错 然后那个套房也没有在住 因为很漂亮 现在呢 他说我缴三十年房贷现在 然后好像也很轻松 一个月才一万多块 存着存着 我就存到钱了 其实很多人想说存房是这种概念 对不对 可是我算给他听是说 你这个房子当初你成本是四五百万 你的利息三十年加起来将近 包含管理费跟那个税费 将近两百万 也就是说你花两百万的成本去加去 加起来是六百多万 天啊 那你现在市价剩多少 一瓶只剩下二十几万 算起来是大概三百多万 所以他已经腰斩了两百多万去了 你还要再继续存下去吗 这就是我们不懂的原因 来 我们先请到执行长 从市头 店头上来看市场上 这样子的屋主要托你卖房子 你再有三头六倍 大概也很难卖得掉吧 是说这一个张小姐 他很衰 衰该都遇到应景的屋主 还是说这样的屋主 其实不在少数 这个我想张小姐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客户 有很好的买族 非常有良心 愿意是实价登陆 还加价钱上去 这是 我只能讲 这是非常难得 现在的客户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形 然后来讲这个屋主我想也实在是 因为我想台北市 还是充斥了很多这样的客户 因为过去来讲可能在 因为他买高点 那2015 2016 曾经看到了可能2000万 他可能获利了一两成了 那现在叫他把那些获利 拿释出出去 他会很舍不得 那真的只是讲 很多客户还是一样 不见棺材不掉泪 这等于还是很多在撑 尤其是在台北市很多 折下来三年了 还没有醒过来 还没醒的还是有 所以我想你可以再多看几间 你可以再多找一些 而且来讲 我实际讲 幸好你没有买 因为我替张好姐 其实也是捏一把冷汗 因为你支配款300万来讲 你知道你买那个房子来讲 你要贷款贷多少吗 就算你1500万你买到来讲 你支配款300万 你贷款1280万 1280万 1280万本利摊还 一个月要缴六七万块 六七万块来讲 对你如果我不曉得 你的收入是多少 可是你存好久才存到300万 你六七万块 你可以缴得起吗 我觉得年轻人当然 现在没讲 我还是要实事求是一点 不一定要住在台北市 台北市刚刚讲 这个房价所得比33倍 我觉得还更高 因为要看你的收入 那只是平均而已 因为我们讲 在大安区一间房子 随便两三千万 就以三千万来讲 那很多收入 一年三四十万的一堆 你可能如果照这样比下来 你可能要存一 不吃不喝 你可能要存90年 100年 可能从清朝就开始存了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你自己要量力 我会建议说 你可能到哪里 到郊区一点 到你上方方便的地方 交通 像我们这边最近 也有一些案例 像有一个案例 像是他在土城工业区上班 有一个工程师 他不七两其实收入并不高 先生四万五 太太三万五 加起来大概八万块 八万块来讲 他买在哪里 他买在北大特区 买个两房加个车位 大概七百多万 那支配款一百多万 那一百五十万左右 那贷款大概五百多万 五百多万 搅起来一个月两三万块 其实大概就符合 这种就是三三三比例 你大概年轻人 你只能用三分之一的比例 来负担你的住宅的这些支出而已 这样子搅起来 你才会有轻松 才有你的人生 警长刚讲到一个关键字 我就眼睛亮起来 对 你如果说 给你点自己的荷包 如果买不起这些东西 没有关系 远一点点 郊区一点点 都有好房子 清皇来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郊区 我们今天就举一个例子 淡水轻轨会经过的地方 重画区也有很多的好房子 但是这一位 可批 不说不知道 说就是对东对东 他家被他一说就中 然后淡水那个沿线 被他一说就中 如果他记得 都倒下来 对 这样子房市乌鸦嘴 一向是十位的工作 对不对 柯P现在很厉害 他超越十位了你知道吗 成为新一代的房市乌鸦嘴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昨天才讲到就是说 他楼上的邻居的房子 是不是卖了一年多 一再的降价 降价之后 最后用6988万 然后比他当初的开价 少大降5000万 打6折出售 但是你知道柯P之前 就已经神准欲言了 他在去年的3月9号的时候 柯P遇到人家 在问他这房子状况 柯P讲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呢 好 柯P的口头张 一开头就什么 奇怪 然后呢 连自己都开始怀疑太太 陈佩奇的投资眼光 就像我们把投资这个字 把它框起来 怎么楼上楼下 卖好酒都卖不出去呢 换言之 他觉得他们家这边 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看 看起来不是投资的好产品 各位 这个时间很太有意思了 今天 刚刚好一年前 所以柯P那时候 受访讲的这句话 一句成语叫一语成诚 没有错 所以他讲完回家之后 当然想当然也可能 被太太骂了一顿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看到现象是什么 果然 他们这个拿出来卖的三户里面 另外两户还在卖 那唯一卖掉的这一户 竟然必须要打六折出售 这个是讲他们家 真的自己家在家 那时候在老店老板 不会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看 我刚刚讲的就是 淡水轻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其实 今天也要好好来聊一下 他当然不是 什么铁胆神算的 但是讲了之后 我们去对比一下市场 也对重对重 没有错 这个是柯P的另外一个 乌鸦嘴的神准预言 他怎么说呢 他说台湾 他对着淡海的轻轨捷运怎么说 他说台湾人口要减少 盖那么多房子要干嘛 淡海轻轨 不好意思 幸灾乐祸周边人口减少 而且空屋率超过一半 关键字来了 他说那一条会 亏到不省人事啊 大家想说柯P你讲这个 你又不是房产专家 什么事你说的算 结果发现还真的 去看了一下 这一条捷运还没有开 当然会不会亏到不省人事 不知道 但是现在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 看起来沿线的房子 已经有亏到不省人事的前兆出现 光说都不准 我们实际去沿线去看看 这个沿线有几站 然后拿去 哪几站赚 哪几站亏 哪几站稳 没有错 我们看一下 这是台湾防御他们的统计 台湾防御的统计说 目前在新建中的淡海轻轨的绿山线 他说在淡海新市镇有十个站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他说四个站 你如果扣掉交易量很少很少的 这个淡金北新站的话 剩下的九站里面 九站里面只有三个站房价撑住 其他有六个站在下跌 也就是说九站里面有三分之二都在下跌 然后呢 这个在下跌的六个站里面 有四个站他的跌幅 连跌幅都超过一成 哎呦 这个数字其实还还蛮惊人的 没有错 所以他们做的结论就是说 为什么会跌这么多呢 那因为没有你这个撑盘买房子的人口红利 简单的说买房子的皇上不见了嘛 所以柯P这边讲的 亏道不省人士这件事情 前兆已经看起来 从沿线的房市开始发生了 这个人口红利四个字 不就是他讲的第一句话吗 人口要减少啊 正在减少 那你说怎么去找来撑盘的力道 等一下我们来带你来看看 当然你可以说沿线我是高兴取求 我自己大 你管我这么多 那那些朋友呢 那大家加减听 如果你是投资的话 等一下我们带您实际进去看一看 这沿线 试况又怎么样 淡海的轻轨沿线的这个房子 真正跟母科匹讲的 落水到这个天洞 我们实际来看看市场的状况 好 我们来实际看看市场的状况是什么 你看这是差数这个建案 这个建案 离我们刚刚讲的绿山A7站 350公尺而已 走路就可以到捷运站 是 到这轻轨站 但是呢 它附近也有一个很大的 所谓的号称千平公绿地 让你可以在那个地方 好得散布享受 你看多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样的一个差数的案子 当初拿出来卖的时候 你看开价是多少钱 开价是每平25万 结果现在可能是投资的人 拿了现在在售物网站上面卖的时候 每平价格修正到什么 开价现在剩下是18.25万 然后把它租租足打了73折 所以从它开出来这个价钱 慢慢修修修 Gog在73折花了多少时间 一年而已 那你再看另外这一个 是在绿山A6这个站 它跟商业区之间 其实也还不错 而且这个地方 有公园 还有国小新两 donations Luke 预订地 也不错吧 可是天叉这个案子 你看当初拿出来卖的时候 开价是23到25万元 結果現在被丟到 收入網站上面去賣的時候 價格比剛剛更慘 開價是16.38萬 這個價格折扣 打的是65到71折之間 也就是說它的價格 已經打破什麼呢 已經往跌4成的價格賣進了 剛剛我們看到了台灣房屋 他說是年跌1成 我都覺得這個很 很聳動的一個數字了 可是你看看 這個是跌了多少 超過3成往4成賣進 2折7 所以這樣的一個數字 是市場上呈現出來的 好 謝謝清皇 我來問一下十位 十位 我們看一下 柯P去講這件事情之後 終於有房仲去驗證 他沿線的狀況 你怎麼看 好 那個房仲的版本 我不太相信 我相信的是清皇的3成的版本 為什麼這樣講 更嚴重 更嚴重是因為 預售屋的行情 2014...2015還是往上漲 所以如果說預售的交屋的話 2014的實價登陸 2015的實價登陸 你感覺上是往上漲 對不對 十字經日 2015好像往上漲了 然後2016還沒登陸 結果如果萬一下個月可能 航錢還會往上漲 這個就是那個數字 為什麼往上漲 那幾個佔的原因 可是事實上我們去現場的知道 很多當初的投資客買多少錢 14萬 這個是淡海的關卡 哪一年 14萬是大概在七八年前左右 就是海嘯過後 淡海從後去開始往上衝的時候 那個起始價 一平14萬 第二個關卡是一平18萬 就是現在的行情價是一平18萬 各位上實驗都會看 很多成銷都在18萬後來賣掉了 那是因為 那你開始可是你要想 過去竟然有建商認為說 這個地方 一字頭的地方 能夠直接到四字頭 而且真的還有人買四字頭 你不覺得說你買四字頭 是頭個壞掉嗎 當然不是 你可能有自己獨特的眼光 可是你要知道 一個地區沒有任何的工作的機會 就等於是沒有人口進駐 那最後我跟各位講是說 淡江曾經有科學園區 所以以前建商拿這個 淡江科學園區來跟你講說 淡江有夠多機會 這裡也會發達 事實上淡江科學園區 你去查一下 當然沒有任何科技廠 願意設在淡江是因為 賣掉東西了 我來請教一下 從電頭的角度市場上的話 其實我知道 像你們公司今年開春之後 淡水成交就非常的暢旺 他剛才說說 14萬一坪 你能不能期待 現在的房價等它折回那個時候 這會不會在強人所難 隔了七八年了 是 這個我想先講一下 這個淡水輕軌 大家不要去看衰它 因為大家有到歐洲去 那些輕軌其實還蠻 它走得蠻慢的 其實還蠻觀光的景點 所以將來不只是 這不是只有自己在住而已 這個輕軌不是只是 為自住的這些客戶 住戶在住 還有觀光客很多 那這個我想講 房價的部分來講 現在為什麼還是放淡水的 房市的交易量 還是新北市的第一名 是因為現在就像剛剛講 價格已經跌了幾層了 剛剛有跌三層 有跌四層的 這就是因為價格很親民 我們這邊就有一個客戶 他住什麼 他是在內科上班的 內科其實到淡水 其實也不會太遠 然後再來他太太在哪裡 他太太在關渡科技園區 在那個華碩在上班 他們夫妻倆就買在淡水 為什麼 因為哪有辦法去一瓶買 那種一二十萬的 現在沿線不管內湖來講 不管關渡也好 不管北投也好 一瓶都是幾十萬 那他只要三房加車位 一千萬 買在新式國角附近 而且新式國角又是雙語學區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們買在那邊 自備款只要兩百萬 一個月來講 貸款八百萬 貸款八百萬一個月交起來 利息大概一萬塊而已 其實那你去哪裡 你去租房子都沒那麼便宜 雖然將來本利貪環 一個月大概要四萬塊左右 沒有做 可是現在買也相對是一個低點 那你現在淡水是很多案子沒有做 你要去好好挑選 有些案子 個案的那個質感還是不錯的 CP值其實非常高 所以人家講說 投資在淡海 住在淡水 差別在哪裡 淡水是淡水鎮 有意思就是說淡水 捷運站附近那一塊 是有生活技能 有市場的地方叫淡水 淡海就是那種 房子跟土地而已 都沒有地方的人 沒有 淡海現在也有很多 淡海現在有家樂福你知道嗎 淡海現在也有星巴克 有星巴克的地方人會少嗎 淡海現在目前 這個也有八家便利商店在裡面 你去住 你看有些重化地區 根本沒有便利商店 有些重化區還沒有便利商店 這個地區已經有那麼多了 我覺得住哪裡真的是一個 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抉擇 今天的多元觀點 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來 我們要來關心這個東西 一例一休 搞得這個勞資關係弄得很緊張 我來給大家讀一下 今天有這個工商界的大佬 喊出來說 一例一休這個勞資關係 這樣對立繼續搞下去的話 要加薪很困難 但是蔡總 我想問問大家 有多久沒有加薪了 是因為一例一休他搞得大家沒加薪 還是其實老老早就沒辦法加薪了 這問題很嚴重 但你會說景氣好不好 你去台大校園 看看他的所謂就業博覽會 你就有Feel了 但是中天生計的董事長 陸孔明出來潑冷水了 這只是一個現象而已 他說他1979年進入了職場 當時起薪2萬 沒多久就3萬 但是現在起薪還是2萬6到3萬 跟35年前幾乎一樣 這是國家很大的危機 各位 這是一個董事長在發錢的人 他幫勞工講的話 35年薪水原地踏步 所以立法委員黃偉哲 立刻請教了經濟部長李世光 你是不是低薪代表 是 李世光是 我當年在細谷工作的時候 後來回到了台大任教 我那時候是六七倍 我現在當了部長薪水更低 現在薪水多少 部長還有18萬 好像跟我們想像中的低薪22K 差很多 部長說 他講這句話的重建了蓋茨就說 我覺得他是低薪的代表 那當然 細谷的薪水跟現在部長比起來 我們可以理解 但重點在於 部長後面說的那句話 現在年輕人不要只有看薪水 其實福利還是可以的 對 他就講這句話 我們就來盤點一下 什麼叫福利 他福利 原來就是這些一利一休 薪資 休假 保險 健保等等的福利 所以他說的情況 好像對 又好像不對 台灣已經從過去三十幾年 開花中已經快到已開花 這些老實講是標準配備 你怎麼當成 好像是很大的福利 對 一利一休是勞工在工作權的 基本的確保 對啊 你講標準配備 我覺得也很有道理 對 我們要給部長看一個 非常驚人的數據 台灣每年產生的博士有4000人 扣掉念博士以前已經有工作的50% 所以新手的博士有2000人 對 居然其中有700名會失業 失業率高達35% 不是說書中自有黃金屋嗎 結果這些失業的博士 就會去想說 高學歷不等於 高就業率不等於高薪 我們來講一個佩軍的故事 佩軍很會唸書 在國內的大學 畢業以後立刻申請到美國 練碩士 原本要在美國一路練到博士 他人生最大的夢想就是 我要到學校去當教授 他人生勝利組 後來因為家庭的因素 拿到了美國的碩士之後 沒有辦法繼續再攻博士 只有回來台灣 回來台灣的時候 先是半攻半讀 但是他心中博士夢 沒有消滅 繼續讀 但是後來因為博士練的 我們都知道 國內練博士不輕鬆 你必須要全力以赴 所以他就當前職的學生 經濟壓力大了 大了 要攜帶 各方面的都要了 後來中央佩軍把博士念到了 念到了以後 海內外投禮力 到學校去教書 或者當研究員 這個都好 距離夢想只差一步了 石塵大海 因為整個就業的環境改變了 所以現在退了求幾次 你總是要收入 對 先當英文家教 靠著微薄的薪資的杜錄 現在佩玉軍說 我的想法已經改變了 我只要一個安身立命的工作 就可以了 薪水只要35K 然後要不然我40萬的學貸 就要壓死他了 你看他苦熬了7年 攻讀博士 換來的是失業的恐懼 你會想說 我又不念那麼多書 我也不是博士 我不用擔心 我們跟各位講 經濟沒那麼景氣 自己就要更爭氣 對 現在的時代改變了 學歷不等於實力 在這次台大的校園博覽會當中 當然台積電 鴻海 台塑 金控 那個攤位是人擠人 但是也有一個金光閃閃的帳篷 這是什麼地方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帳篷當中 開什麼條件 儲備幹部 百萬年薪 大學畢業40K 碩士還給你45K 連實習生都28K 所以這個把百萬當成 標準配備的公司 這一頂帳篷 金控箱箱在哪裡 好 大家看那個大學畢業 想要去 又走走就去 榮妍 真的會有這個大學優秀的年輕人 願意投入這樣的行業嗎 真的 他們福利好 而且也高興 所以真的吸引了很多高學歷的人加入 像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的王毅之 他本來是在總統府擔任行政人員 他自己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有說到就是 一方面是工作遇到了一個瓶頸 另外一方面他也嘗試看看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個生涯的一個規劃 再加上他就開始回想 他大學的時候 修過所謂的一個生死的一個課程 爸爸80幾歲的高齡 也非常鼓勵他往這個方面來發展 所以他就踏入了這個行業 他擔任的是離體師 也就是大體的美容師 原來你不會美容對不對 你現在還要幫大體做化妝做美容 坦白說是需要花很多的時間跟工夫 重新學習 所有的專業你要重新來蹲馬步 對 沒錯 所以醫治他自己就說 其實坦白說一開始接觸到大體 也是會怕 因為以前沒有接觸過這麼多大體 可是他就想到說這是最後要幫助這個遺體 而且是幫助家屬完成了一份工作 所以他覺得他的工作非常非常有意義 事實上他在整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他後來也考到了一個秉級的一個美容的一個執照跟資格 他就說他其實他覺得自己的工作其實意義性還蠻高的 他說其實有部電影叫《送行者》 我想很多觀眾朋友也看過 海報上有一句話非常能夠體現他的一個想法 就是即使是最悲傷的離別 也要留住你最美的容顏 等一下回來 燕麗還要來告訴我們 有一群曾經在外面大江南北奔波的流浪老師 後來也投入了這個行業 人生的換鬼 他們的心路歷程又是如何 不要走開 葉莉來跟我們談一談 在台灣那些高學歷的送行者們 對 沒有錯 因為事實上很多人 特別是我接觸到容顏的 有幾位所謂的一個理醫師 他們之前都是老師還不錯的一個工作 可是大家都知道 這幾年台灣面臨少死化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有幾位老師他們就變成了流浪教師 學歷很好可是收入又不穩定 該怎麼辦 再加上容顏其實他這幾年就是針對優秀的 高學歷的人才都在做一個招攬的動作 所以他們就加入了 加入之後我認識其中幾位理醫師 他們就說坦白說工作真的很辛苦 就跟外科的急診室的醫師一樣 24小時隨時on call 也就是說家屬有任何的一個需求 或者是有一些緊急的狀況 你都要到第一個時間 第一個現場 你要去了解全面性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他就說其實有一些的 包括他的男朋友或者是他的朋友 其實對於他們這樣的工作 其實多多少少 有些人比較不能夠接受 所以其中有一個理醫師 他因此跟了他男朋友分手 這是他覺得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我知道當老師一個月三四萬塊差不多 那換到這個行業當送行者 他一個月多少收入 好 如果就是你算是比較中間資歷的 一個理醫師的話 聽說 據說大概都有十萬起跳 那如果你是比較資深 而且你都是服務VIP的理醫師的話